好 我就开始问了 能聊一聊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接这个戏吗 因为它还是偶像剧嘛 偶像剧好像不太像是你的路子 对 然后那个当时是那个导演 直接找到经纪人 说希望我能来演 他导演说想让我来演 然后我一听这我就挺感兴趣 因为好像演员都想 演员都希望能够挑战一些之前没演过的 而且这部戏是 好像中国以前也没 没有我的题材 所以我就想不然试试吧 虽然挑战真的挺大的 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可能是演杂的可能 对 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 对 为什么觉得一半以上的可能是会演杂 因为真的挺难演的 然后它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那种类型片 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是这种 它还是一偶像剧 就它好多事吧 不是按真正的医学逻辑走的 也不是按照真正的病人的逻辑去发展的这个故事 其实中间有很多虚幻魔幻的一些场景和表现手法 是跟这病情好像不太搭嘎的 对 然后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深究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合理 观众到时候看的时候就会很明显能感觉到 但是就像你所说的 它是一偶像剧 所以呢 观众可能关注的点并不在意那么多 并不是那么较真 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还是对我有挑战性吧 然后还是需要我琢磨吧 我觉得这个戏的我看重的地方就在这 对 那既然有不合理的地方 你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想过会有一些微调或者是修改之类的 可微调是一直是都在有的 跟导演也一直在沟通 但是我们这部戏的重点并不是放在 它有多合理 我呢 跟导演呢 共同的目标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以前演了很多走人物内心 走人物命运的戏和角色 对 所以这部戏呢 我就跟导演说 就是导演跟我的想法也是一致的 首先这部戏要 要帅 要漂亮 对吧 偶像俊 对吧 女孩要漂亮 男孩要帅 然后呢 造型要多变 然后画面要好看 这是基本要满足年轻人的胃口 剩下的我们再去雕琢一些 人物的细节啊 和命运的地方 所以这部戏 我也不太准备把重心放在 抠特别严谨的戏和人物性格和来龙去脉上 因为它本身就有不合理性 对 所以我再怎么抠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这部戏还是换一种本演方式 换一种思维 也别让自己太累 所以这部戏是用来休息的 中场休息的一部戏吗 这部戏是发挥一些自己的一些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呢 因为之前也确实挺累的 所以这部戏呢 我是详识很多劲的 但是呢 我怕因为每天工作量挺大的 这部戏 而且要转换不同的人格 所以使劲使大了的话 人格之间都不好转换 所以还是要有 要有一些比较巧妙的办法 所以我不希望自己使一些着劲 那因为要演七个人物嘛 那你会不会自己写七个人物小转之类的 会会会 这是一定的 对 然后 针对每一个人物的研究 针对每一个人物的细节 性格的分析 我跟导演都各自做了一把 对 那你本身对这种 就是可能精神分裂啊 心理学方面的这种东西有兴趣吗 我挺有兴趣的 因为其实我认为一个演员 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些心理学 因为心理学讲的就是人的心理 对吧 我们演人其实心理很重要 我们心理活动 要通过语言和动作和神态表达出来 其实你表达的一切都是表达自己的心理活动 所以这就是心理学 所以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有时候也会看一看关于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对 那刚才有说到说这个剧的造型还比较多嘛 就你自己现在知道的大概会有多少个不同的变化呢 反正就是大块的这七个吧 七种人物 七种发型和装面 对 都不一样 刚才说拍戏量很大 这个量大概一天会有多少场 我反正现在开始 刚开始其实已经没有过渡期了 就已经进入正常的 每天就得要 我们剧组一天得拍十几场戏 最少 对 而且还有不同人格的转换 那因为这次是跟那个蔡文青演一对情侣吧 然后就其实看你演感情戏不是太多的 对 就你觉得你自己擅长演这种恋爱的戏吗 所以我就是觉得什么都得尝试吧 因为之前也没演过偶像剧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演偶像剧 所以也挺奇怪的 所以我呢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事演好 所以我说了嘛 演杂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 怎么演着看吧 对 我也不知道 对 之前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事来做过一个你的采访 然后里面好像就说到你的恋爱经验其实是很少的 其实没有 那就是 我其实个人不太相信 就没谈过恋爱 能拍好恋爱的戏 你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事是这样的 之前呢 我们跟蔡文静呢 也有交流拍戏之前 演员就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演完一个就爱上一个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尽量在拍摄过程中 寻找对方的优点 能够被自己喜欢到 然后尽量接触一下 交流一下感情 没办法 演员就是这样 你要迅速爱上一个人 然后迅速又 又抽离出来 对 所以就 演戏都是假的 对吧 然后只能够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投入真实的喜欢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蔡文静本人的性格也挺张人喜欢的 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不难 嗯 就呃 刚才在等采访的时候翻了一下你的那个微博 嗯 然后看你最近也有在录其他的一些电视节目啊什么的 对 然后你在那边说呃 说那些跟你一块录那个高能少年团对嗯的那些人说我又新收了几个小弟 所以你是一个大哥人格的人吗也没有也不是大哥人格可能人家那个节目对我们的要求和那个人设是这样的吧对 只是调侃而已 我生活中并不是一个大哥性格的人对嗯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 我还是一个挺轻松挺挺挺 挺爱自由的一个人对 然后不希望有条条框框规范着我的一个人对嗯 嗯那之前听说好像你的工作已经排到了明年 嗯 就是能透露一下就是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节奏比如说要拍多少戏要做些什么 反正今年还是拍戏各种戏不是拍电视剧呢就是拍电影然后后面都已经差不多已经有大块的时间的安排了对嗯 那除了演戏以外的事情你自己是感兴趣的呢还是说觉得反正做宣传我也没办法我就配合一下 对然后包括这回这个节目是因为它真的挺有趣的然后我也不是为了说哎呀我要宣传怎么样因为我跟他们都说我说我还是一个演员来这呢就是玩的开心 对所以那个节目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然后也能够放松一下吧对因为这一年都在拍戏 因为演员他不能老在拍戏也不行对所以老一结合我就当那是玩因为那个那个那节目他本身就是一玩对所以还挺好的剩下的我就没考虑我就是还是在演戏 嗯那就是像这种除了录节目工作以外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最多的 最近真的就是休息睡觉因为最近好像这一年都没怎么休息就没事就回家陪我家里人吧对嗯好我们有一个那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好实体好你稍微等一下看一下嗯好那我就开始了嗯第一题你觉得自己哪一部分最帅 眼睛眼睛对眼睛大对眼睛还挺大的嗯嗯如果出门只带三样东西的话你会带什么 手机 钱 治精神病的呀哈哈哈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是更喜欢开车还是更喜欢坐车哎开车嗯嗯嗯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最喜欢吃辣椒最不喜欢吃肥皂嗯嗯你最爱喝哪一种酒然后酒量如何 thu sert How do you drink real food 香脾就是什么啤酒白饺什么的verage pm吧嗯对小 g 酒量如何大家多少瓶以前挺好的 祇在这现在不能喝了都 嗯我嘓啤如果在KTV要有一只能唱一首歌你会唱哪一首 哦 只能唱一首歌啊 都行吧 王杰的歌唱一个歌手的歌 王杰的歌 上一次发朋友圈内容是什么 上一次发朋友圈 发什么朋友圈 最近一直都没发朋友圈 所以是一个朋友圈 我很少发朋友圈 是这样的 我很少发朋友圈 那如果下一次有时间休假的话 最想去哪里 去在家带着吧 最后一个 最近在看的书或者电影是什么 最近在看的电影 最近剧本都看不完 来看电影 什么都没看 剧本说电影和书都没看 最近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因为今天你上了热搜 然后对 大家都到你那儿 微博下面去报道了 就他们俩的谈恋爱你知道吗 是之前就知道 还是也是跟大家一块知道的 我之前就知道 对 对然后大家都跑到你的微博下面来说 就是就是好像很可怜 说觉得怎么 怎样子被别人抢走了 好玩 对我也是奇奇怪怪就去上了一热搜 挺奇怪的 然后 你自己是觉得这样挺好的还是说 挺好的 他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多好 多好 我是说你莫名其妙上热搜你感觉 莫名其妙上热搜 也挺好的呀 他们俩谈个恋爱 我上了热搜 这对于我来讲 就没花钱就上热搜了 多好 那当时知道的时候是他带来给你见面 还是说发了短信打电话 没有 因为我们俩 我跟杨子之间关系还挺密切的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动向 偶尔有时候碰面的时候 会发微信的时候都会聊一聊彼此 所以他就 他之前被查 被拍到的时候 后来我们俩就有过一次交流 他说是的 然后我说挺好 没想到他都公开了 所以是你去问他的 就是还是 因为这东西好像 不用问吧 这个应该 应该是 应该就我觉得吧 我的感觉应该是 因为好像 因为我挺了解他的 我感觉他的感觉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平时自己也会看这些八卦吗 这微博上不全是吗 就是你刷也会自己认真仔细的去看是吗 对 那这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得看他怎么 对吧 一个好奇的 一个关心的一个态度去看 就发现了 好的 谢谢 好嘞 谢谢